现年三十二岁的TVB小神黄聪泽,自从去年跟胡锡儿分手后,近年除了忙于两岸三地拍剧《西京外》,投资友到的他早年也一至八百万港币,在马来西亚开夜店,今年再下一城在香港开豪巴,身家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正当外界一直以为他手持只有沙田引起花园三个市值共约一千四百万的单位时,原来他早已大跃进,悄悄在各地狂扫进十个单位,可谓是不知不扣的鱼圈房吧。 其实是我妈厉害,我妈对于,因为她觉得儿子挣钱辛苦吧,她就帮忙投资一下存钱啊,那些东西都交给她做,所以就帮我去买很多保持的东西。 黄宗泽的俊朗外表和惊人的身家,让他轻松继身娱乐圈的钻石王朗舞行列,不过他却自嘲没人爱,因此就算多有钱也没用。 没有,现在没有对象,现在没对象送,所以还是买给自己吧,买给我妈吧。 去年黄宗泽跟胡锡儿分手后,曾经一度放言会等胡锡儿回心转意,但是随着胡锡儿一去不返,黄宗泽那么坚持要保持单身,也许私底下, 黄宗泽还没有放弃,继续守候胡锡儿。 最近真的我的朋友们也开始帮我安排一些什么介绍,一些女生给我认识,我说不用了,我最近很忙,都不用介绍,我说随缘吧, 他们会跟我说,我今天约了两个单身的女孩,一出来吃饭吧,或者是什么,不用,我都没有去。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我是孙力。